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李文翰,非常开心能来到《寄帆新美妆》直播间。 我知道文翰最近非常忙,对不对? 对,在跑路演。 那其实这个新的电影今天已经上映了。 对,今天8月4号刚首映。 刚刚开始首映。 那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遇见你》,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吧? 他讲述的是男女主从高中时期开始谈恋爱,谈到大学,再谈到社会上工作了之后,是一个挺现实题材的爱情故事。 因为我看了一下介绍,是不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青春伤痛在里面? 对,就有一点,希望大家去看了就明白了。 去看了就明白了,我们就不剧透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电影院里面支持一下文翰的新的电影,名字叫做《遇见你》。 这个看完直播就可以赶紧下单去买电影票了。 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期待这部电影哦。 而且我听说你也有演唱了这首电影的同名的推广曲。 对,在电影桥段里面也有,这首歌是乐乐导演写的词。 然后是一首,反正也是一首很应景的一首背景的歌曲。 所以这个歌曲现在大家应该都已经听过了吧? 那这个大家可以一边听着歌,然后一边可以去买电影票, 然后可以在电影院里面感受一下文翰带给大家的这个精彩的演出。 在拍电影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玩的事情啊? 拍完多久了? 我们当时拍了一年多了,然后当时是在厦门拍的。 然后当时因为很热嘛,很热然后就晒的。 我这个人本来就黑,然后一晒一晒就容易不接戏,然后导演就很头疼。 所以其实等于说你知道吗?晒黑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坏事情。 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己晒黑,其实你晒黑的时候是你的皮肤在生产这些黑色素来保护你的皮肤。 所以你在拍的时候就晒黑了? 拍的途中晒黑了。 但是你们拍的时候其实是可能一开始你要拍最后的大结局? 也不是,我们尽量按照顺畅来拍。 所以在拍的过程当中,你被晒黑了之后不联系。 不仅我被晒黑了,我还老举铁,然后导致那个胸越来越大。 然后就不像是一个画画的学生,因为在戏里是学画画的,然后是艺术生,就搞得变成体育生了。 那怎么办?导演怎么办? 导演就很头疼啊,然后就是靠后期滤镜了。 靠后期滤镜,好,那我们关于这部电影就不多剧透了。 大家可以去电影院里面,可以去发现一些小小的蛛丝马迹。 比如说你在哪一段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时候李文汉被晒黑了,这个时候他应该是有在努力的锻炼。 大家可以去电影院里面去找到这一些蛛丝马迹。 那当然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呢,这个文汉应该是第二次来到季凡新美妆直播间,对不对? 这次来跟上次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感受到我们直播间的氛围就很好啊。 氛围很好啊,而且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节日,对啊,七夕啊。 今天是七夕,所以你今天是在直播间里面陪所有的这个粉丝朋友们来度过一个七夕节。 那么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也要给大家介绍很多你自己很喜欢的,或者说你平常会用到的一些产品。 那在直播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玩一段这个快文快答吧,好不好? 第一个问题,请文汉用三个词语来形容季凡新美妆。 三个词语来形容让我想一下啊,嗯,优雅肯定要有。 优雅,时尚,前卫,那你是通过什么样的一款产品,会让你觉得你对季凡新美妆有这样的印象? 一款产品,如果要选一款产品的话,我肯定选四宫格散粉。 四宫格散粉,为什么会是四宫格散粉呢? 因为它是我们明星产品啊,就是谁用都说好,谁用都说好。 那在你心目当中,什么样的颜色和季凡希的风格最大? 我一提季凡希的印象中,肯定就是黑色白色。 低调的优雅。 黑色白色也是你刚刚说的又时髦又优雅,这样的一种颜色。 对不对?那接下来这个问题,你觉得季凡希美妆让你印象深刻的标志是什么? 让我印象深刻的标志啊,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四季的logo。 四季的logo,对不对?就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所有的产品上面都会有这个四季的logo。 因为这个四季的logo呢,它就是标志着天生高定的理念和源自于季凡希先生的匠心精神。 我相信季凡希先生和季凡希先生在创作中,其实也会有相似的创新和专业的这个精神。 那到目前为止,关于生活或者关于工作,你自己坚持最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坚持最久的一件事情? 练胸。 健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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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身是我爱好。 然后像是那些运动打球啊什么游泳什么都有。 嗯,所以你是一个非常喜欢体育的。 对,我特别喜欢体育,然后一些还有打游戏啊什么的,对,然后护肤肯定要。 护肤,然后其实因为让自己的状态变好,对于一人来说是非常重要嘛,对不对? 所以如果此时此刻,这个在看直播的各位朋友,哎,有没有导演在看直播可以请文翰去演一些体育生吗? 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担心练的太多不联系了,那接下来这一题啊,让你来想象一下, 假如你是纪凡希美妆的产品研发创意人员的话,你觉得纪凡希美妆有这么多产品里面, 哪一款是跟你最像的,或者说哪一款是向你会研发的产品呢? 我觉得是那个油皮旧型粉底液。 油皮旧型粉底液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首先这款粉底液特别适合我,然后这款粉底液的持妆效果也很好, 然后跟我皮肤也很贴合,所以就是我的风格。 就是你的风格,其实这个油皮旧型粉底液就在我们今天的桌上。 它整个的包装也是非常简约大气的,对不对?很简洁。 好,那接下来呢,请用一句话来安利你最喜欢的纪凡希美妆的产品。 我最喜欢的,用一句话安利,就是用过都说好。 用过都说好,好吧,那请大家今天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我来推荐大家,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到我们的这个文汉有讲到你很喜欢的这个司工格的这个散粉。 今天的司工格散粉。 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呢,在16号链接有一个专属的限定的链接。 那大家直接来下单这个链接,可以。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是买司工格散粉,送给大家正装的小羊皮的唇膏N306。 那如果说你是喵街的365会员的话呢,今天直接下单,实际到手价是9折,再跌9折, 到手价应该是461块7毛钱,461块7毛钱。 这个因为优惠已经很大了,所以就不能再跌想其他的福利了。 所以大家可以先把它加入到你的购物车里面去。 然后呢,如果你想听听我和文汉跟大家好好说一下怎么用的话呢, 就请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 那当然呢,这个刚刚我们说了很多这个关于集团器品牌。 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你对于一个妆容来说,比较满意的状态, 你觉得会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我平时拍戏嘛,肯定想要的效果是持妆久一点的。 嗯,对吧,然后就是要那种很自然的那种感觉。 嗯,太假了我不喜欢。 太假了不喜欢。 那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个化妆师在给你化妆的过程当中,哪一步的手法最关键? 他会花很长时间。 对。 那一步手法我觉得打底吧。 打底。 打底是最关键的。 其实我今天这么近看文汉,你的皮肤是非常非常细致的, 而且整个的粉底在你的脸上根本看不出有任何的这种粉痕的感觉。 非常的贴合。 那其实如果要做好打底的话,我们的纪凡西美妆有一款非常非常好用的,就是我们的妆前乳。 妆前乳。 对,就是这个。 它其实有一个颜色。 对,就是这个。 它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叫做美颜绿镜。 它有很多种颜色,你平常用的最多的是哪一个? 就是一号色。 就是一号色,就是这个。 对。 水蓝色,对不对? 对。 这个是你平常用的最多的颜色。 对,这个会让肌肤变亮。 肌肤变亮。 对,它打底之前用。 打底之前用,会让你的皮肤变亮。 对。 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好。 你来展示还是我来? 都可以。 那请我稍微挤一点点在手上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质地。 我们的这一支妆前乳呢,它是一个水蓝色的妆前乳。 上脸之后呢,效果是非常非常自然的。 比如说如果你经常会熬夜,然后肤色会有一些暗黄的情况呢, 早上出门前涂上它。 我手的肤色就很暗黄。 对,其实还好啦。 对于男生来说,这个是正常的。 但是你来涂开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这个涂抹的手法也是非常的粗暴。 不是这样涂吗? 非常的直接,非常的直接。 大家其实在涂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手法。 只要直接涂在皮肤上就可以了。 好。 对于凡希,怎么涂都好。 对,怎么涂都好。 好,给大家看一下。 哇塞,我们请和这个两支手对比一下,好不好? 太残忍了,还要对比一下。 这边就是刚刚用完了我们的这个水蓝色的妆前乳。 其实大家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涂完了之后整个的肤色就会提亮了。 但是呢,它不会有任何的粉感,对不对? 对,用完之后就感觉明显就是亮了一个度。 对,亮了一个度。 其实就像是给你打上了一层浅浅的浅蓝色的滤镜的这样的感觉。 而且它是非常轻薄水润的,里面添加的是直萃的成分, 不会让你的肌肤来产生任何的负担。 我其实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秘诀。 就是如果一般女生早上可能起来懒得化妆的话, 直接涂上这一支我们的妆前乳,然后呢你就可以出门了。 而且它里面还是带有这个防晒指数的, 也可以帮助你来抵御一些日常的这个紫外线青海。 那当然呢,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不仅仅是皮肤有一些暗沉的问题。 比如说我身边有些朋友,他脸上就会有红血丝,会有些痘印。 那么从你的角度来说,你觉得这三个颜色, 假设我们要推荐给那些有痘印或者说有红血丝的朋友的话, 哪个颜色会比较适合? 我觉得如果你有红血丝的话,你就用绿色的。 就用绿色的,对不对? 这一支绿色的,哇,这个。 专门针对红血丝。 我觉得你对这个产品真的非常了解。 那肯定,那是智友吗?不是,这Friend,OK? 对,Friend,Friend就是非常的了解。 因为绿色其实是可以很好的中和皮肤里面的红色的。 所以如果你的皮肤特别容易出现红血丝的话, 就可以来选择这一支绿色的这个妆前乳。 那其实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就是这个浅米色。 这个浅米色呢,它其实可以给你的皮肤带来一种氧气滤镜。 它比如说可以来帮你遮盖一些这个黑眼圈啊, 或者说呢,来帮你提亮肤色。 所以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那么当然,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你要盲选的话, 如果你要盲选的话,就可以跟文汉一样, 来选择这个1号色水蓝色妆前乳。 在我们的10号链接,在我们的10号链接,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一支水蓝色的妆前乳, 我们正常的日常的价格是430块钱。 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可以叠想一个9折。 如果你是这个365会员的话,可以9折。 365会员到手价是387块钱。 但是你先不用着急下单, 因为你可以把它加入到你的购物车里面去, 一会领完劝了之后一起下单, 还可以享受满减的优惠。 那同时,我们有赠品要来送给大家。 赠品是什么呢? 那首先呢,有一个我们的这个N95的亚光的粉底液。 这个是我们的刚刚你说到的油皮旧心的粉底液。 对,N95的色号,它是5毫升的,你可以随身携带。 而且它虽然是一个体验状,可是呢,它也做得非常精致。 没错。 带一个小小的N压的笨头。 然后呢,还会有一个我们的N37的唇膏。 哇,这个唇膏的颜色非常好看。 也是可以让你随身携带特别漂亮,对不对? 它几乎就跟正装是一样的, 而且又小小一支放在包里特别的方便。 还会有一个我们的这个红色的化妆包。 三件李赠。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正装的产品。 365会员是387块钱到手价。 所以呢,如果你不是会员的话, 建议你可以先去买一张会员卡。 这样的话,直接下单的话就可以打九折。 然后呢,先把它加到购物车里面去。 一会儿啊,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再把所有的产品一起结账。 还可以享受优惠券的满减。 因为我们今天满减是上不封顶的。 非常非常大的优惠的福利。 一定要抓紧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机会。 好,那刚刚说了这么多。 要不然我们就来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好不好。 好。 那就直接给大家抽奖。 好。 但是抽奖的要求呢, 请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并且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下单。 那我们这一轮抽奖呢, 我们先来送出由文汉亲笔签名的礼盒好不好。 好。 那就请文汉来我们工作人员递上这个礼盒。 请你在我们的礼盒上面来签上你的名字。 好。 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由文汉亲笔签名的季凡希美妆的礼盒。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我们先抽两位朋友送给大家好不好。 那我们的刷屏的暗号呢就是李文汉来了。 请在直播间里面打出这五个字李文汉来了。 很多人都在说想要。 这款完全满足少女心。 对啊,特别可爱。 而且实在今天是七夕节。 由你为大家送出这个非常可爱的礼盒。 我相信大家应该是非常非常想要, 非常非常喜欢的。 所以请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刷起来, 李文汉来了。 那你来倒计时,我来截图好不好。 好,来。 3、2、1。 写屏。 那我们就直接选取屏幕的最上方的两位。 你觉得怎么样? 好。 可以。 那这两位的名字, 第一位叫做锦里包子欧瑜欧。 第二位是45度悲伤。 恭喜以上两位朋友。 来,我们可以请老师给一个特写。 然后如果你看到你的名字的话呢, 可以截图,保留一下这个中奖的凭证。 然后跟我们的客服来取得联系。 如果没有中奖的话呢,也没有关系。 因为一会儿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还会有很多的福利要来送给大家。 那么这个这两个礼盒已经签完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一份银太的礼品要来送给大家。 就是我们银太百货的100元的购物卡。 也是一份小小的心意在七夕节送给大家。 请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刷出武林银太四个字,好不好? 在我们的评论区刷出武林银太四个字。 武林银太。 对,武林银太。 给大家一点时间。 因为我们的这个直播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延迟。 大家刷起来武林银太。 然后呢,我们再来截图给大家送出两张银太百货的100元的购物卡。 好,大家已经开始刷起来了。 请文汉给我们倒计师。 谁? 这么快? 你在考验我的手速。 好,还是最前面两位哈。 第一位叫做三月凉亭。 第二位叫做三月蓝亭。 第二位叫做OK小火很哇塞。 恭喜以上两位朋友获得了武林银太100元的购物卡。 你可以保留一下截图作为你的中奖凭证。 然后呢,跟我们的客服来取得联系。 当然如果你没有中奖的话也没有关系。 因为一会儿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还会有很多的福利药送给大家。 当然更重要的是,会带来很多很好用的商品。 那可以让大家在这个七夕节呢,用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 同时呢,又获得很多赠品。 把这些好运的基凡系美妆的单品来带回去。 那么接下来呢,其实刚刚我还有说到,你很喜欢。 如果你自己要研发一款产品的话, 那跟你很像的就是我们的暗皮油皮就行的粉底液。 这个你应该是化妆师给你用过很多次了吧? 对,没错。 你自己用下来感受如何? 因为它持妆效果很久嘛。 然后它也很养肤。 然后就如果大家就是用过这个油皮就行, 就肯定会跟我有相同的感受。 所以呢,其实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如果说你希望在夏天的时候啊, 可以让你的这个妆容更加持久的话, 就可以来选择油皮就行。 夏天就特别容易出汗嘛。 但是用这款的话完全就不会脱妆。 是,尤其是像现在很多人可能出门的时候, 因为特殊时期大家还是要保护老子,要戴口罩嘛。 就很担心,哎呀我把口罩摘了之后, 所有的这一些粉底液都沾到我整张脸都沾到口罩上面了。 就很尴尬,对不对? 尤其是你一摘可能还会有印, 然后还要再补。 但是呢这一支油皮就行的粉底液呢, 它就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长久持妆并且的帮你控油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而且它就是涂在脸上它有一种哑光的一种效果。 没错,哎我很好你了,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好,来来来,这瓶就是我们的油皮就行。 嗯,那我们把它稍微挤一点点, 不挤在我的手上。 没有没有,刚刚打完那个。 也不错,你可以在你的手上。 妆前乳,现在就是粉底液了。 对,好,我们稍微挤一点点。 这个请文汉在手上帮我们把这个油皮就行的粉底液来推开。 因为呢,其实大家知道一般的市面上的那一种所谓的纸装粉底液呢, 它可能会不太好推,可是这一支粉底液它其实推开了之后是非常自然的,对不对? 没错。 而且呢,你会发现它的遮盖力是很好的。 就是如果说你脸上有一些痘印啊,瑕疵之类的话呢, 或者是黑眼圈,直接用这一支粉底液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遮盖。 嗯,好,文汉现在已经在手上把我们的粉底液轻轻地涂抹开。 而且我觉得一支好的粉底液啊,你在涂抹的时候一定就是, 不管你是用上妆工具,还是用你的这个海绵蛋, 它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上妆效果。 好,涂上了之后呢,其实大家会发现它呈现出来的是这种柔雾的妆效。 对,对不对? 哎,柔雾的妆效。 霧面。 霧面。 尤其是你经常这个上镜你就会知道, 哎呀,有的时候化妆师就会给你一直要把那个油压掉。 对。 对,对不对? 所以有了这一支油皮救星粉底液。 朋友们,直播间各位朋友们,哎,大家在自拍的时候, 别人都在这个磨皮去油光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一键输出原图了。 对不对? 因为它可以帮你起到很好的霧面的效果。 同时呢,来帮助你控油,同时呢,来可以起到长期持妆的效果。 那说完这一支啊,其实呢,还有一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款, 也是吉凡西家的王牌的粉底液。 其实就在我们的桌上有展示啊,就是这一款暗皮救星粉底液。 你觉得这两支粉底液,你从外观上面看起来, 或者你从他们的名字上面听起来, 你觉得他们有哪些一样或者说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从外观上来判断的话, 一个是磨砂的。 一个磨砂的,一个是光滑的。 那你觉得光滑的跟磨砂的, 它这个整个里面的东西会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部分? 因为它叫暗皮救星。 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 对。 一个是油皮救星,一个是暗皮救星。 对,从字幕来理解。 油皮救星是我用的, 暗皮救星是,就是暗皮的救星。 像我这种暗皮用的。 对,因为像这个, 其实刚刚我还有说, 它们两个瓶子其实就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 一只呢,上面是磨砂的。 磨砂的呢,它呈现出来的妆效呢, 就是这种柔物的妆效。 那么另外这一只暗皮救星呢, 它是一个玻璃的透明的这样的一个瓶身。 那么它呈现出来的呢, 就是会带有一些光泽感的水光的妆效。 那现在就是在文翰在手上给大家展示的。 那么我们请文翰在另外一只手上给我抹一点点。 好,来感受一下它的质地。 怎么样,感觉这一只暗皮救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你没发现它其实整个推开的感觉是更加丝滑一些。 对不对? 更容易推开。 对,而且仔细看一下, 它会带一点点的这种柔光的效果。 是不是? 而且呢, 它会让你的皮肤变得很通透。 那么如果说, 油皮救星是这种哑光的妆感的话, 那这一只暗皮救星就是会让你的脸上看起来有一种小小的闪耀的这种感觉。 那其实这两只的这个妆容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皮肤的状态来选择。 比如说如果你是像文翰一样, 这个喜欢这种这个哑光的妆效的话, 或者说是比较容易出汗出油的油性皮肤的话, 就可以来选择我们的油皮救星。 如果说哎呀, 你像我一样啊, 喜欢这个想要让你的皮肤肤色提亮一点的话, 就可以来选择我们的暗皮救星。 那么接下来我要给你考个题啊, 出个题。 假如现在有你来扮演季凡系美妆的一日店长, 刚好有一位顾客要来选购粉底液, 他又比较偏好那种很浓重的这个股像很立体的这种妆容的话, 你会向他推荐哪一款粉底液? 请作答。 油皮救星。 油皮救星。 为什么? 什么人嘛。 油皮救星。 我就觉得他那种啪光的风格。 就是要酷酓的那种感觉一样。 我相信如果今天这个文汉是我们 quitefixx messia, 你像他这样推荐的话 他应该就马上就下单了 所以呢 如果还有一位顾客想要画 他说我想要一个水光妆效 那你会推荐他 水光妆效 那我推荐暗皮就行 就推荐暗皮就行 那我再帮你加一个好不好 如果有暗皮就行当然已经很够了 但是如果你再加一个我们的水蓝色的妆前乳搭配暗皮就行 可以 对吧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达到一个1加1大于2的效果 没错 这支是我们的水光妆效 如果你想要一个水光妆效 如果你想要一个淡淡的很自然的水光妆效的话 就可以像文汉手上拿的这样 我们先来选择一个水蓝色的妆前乳 然后再选择我们的暗皮就行的粉底 就可以让你在每一个角度都呈现出那种很透透的妆效的感觉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想需要的妆效来选择不同的产品 那么接下来我来跟大家预告一下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我们的两款粉底液分别在我们的11号链接和我们的12号链接 如果你想要文汉同款的油皮救星的话 来选择我们12号链接的柔物粉底液 如果你想要那种水光的妆效的话 尤其是到了马上要到这个夏天过去了之后 就到了秋冬季节了 那你可能希望自己的脸上可以有一些光泽的话 可以在11号链接选择柔光粉底液 分别有两个不同的链接 有人说没有看到链接对不对 那就是在我们的屏幕下方有我们的购物车 在我们的11号链接和12号链接是两款粉底液 大家可以先把它加到购物车里面去 那么今天这两款粉底液呢 我们一样有赠品要来送给大家 赠品分别是 这个又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5毫升的粉底液 这个随身铁蛋很方便 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N37的迷你唇膏一支 以及还有我们的美妆蛋 这个美妆蛋也很特别很酷 就像你刚刚说的很优雅很高级 还有我们的四公格的logo在上面 科技感 对又有科技感 同时呢它这个地方可以帮助你来细节上妆 这个地方可以来帮你大面积上妆 好还有一个我们的红色的高定的化妆包 粉底液日常的价格是580块钱 记得去详情页领劝 因为满500可以减50 同时如果你是365会员的话 还可以再打折到手价477块钱 把我们的粉底液美妆蛋唇膏和粉底液的体验装 全部都带回去 全部都带回去 今天在我们的11号链接和12号链接 大家可以直接来下单 到手价477块钱 所以仅限今天在我们50银态的记凡系美妆直播间 如果你明天再来就没有这个优惠了 好不好 那当然呢很多人都会想说 哎呀我到底要选什么样的色号 那在这里呢这个14点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其实我建议大家直接来选择N95的我们的色号 因为其实记凡系的粉底液 你会发现它会有N开头的 有C开头的有W开头的 N开头呢就是中性色 然后呢W开头呢就是暖色调 C开头呢就是冷色调 那么对于大部分的女生来说 还是希望自己的肤色可以变得更加的云进自然 看起来拍照的时候 哎我比别人都白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来选择N95的色号 直接选择N95的色号 而且呢我们的粉底液呢 你会发现它是非常轻盈的 它不会让你的皮肤有那种很厚重的感觉 而且呢它里面呢是97%的成分 源自于天然 刚刚文汉有讲到它是养肤的 因为它里面包含着82%的护肤肌底 有人这个包含82%的护肤肌底是非常纯净的配方 当你再用到皮肤上了之后 你会发现 哎虽然它是哑光的 可是呢它还是可以可以起到一个很滋润的效果 不会有那种上妆卡粉的问题 好那刚刚呢我们看到直播间里面有很多朋友说 哎呀链接到底在哪里 请大家在我们的喵接下单 在我们的喵接下单 因为只有在喵接下单 才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 才可以享受到所有的会员的福利 所以呢如果你是在别的平台看直播的话呢 请下载一个喵接的APP 然后呢通过喵接的APP进来了之后 来看我们的直播 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购物车里面 来下单 再来说一下我们的两款粉底液 分别是11号链接和12号链接 11号链接是我们的柔光粉底液 12号链接是我们的柔物粉底液 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如果你特别容易出油的话 来选择柔物粉底液 如果你希望你的皮肤有这种自然光感的话 来选择柔光粉底液 今天到手价格是477块钱 同时有我们的美妆蛋送给大家 有我们的粉底液送给大家 还有我们的这个小唇膏送给大家 还有一个红色的化妆包要来送给大家 这一些呢都是只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 才可以享受到的优惠和福利 好的说完了这么多啊 这个又到了我们送福利的时候了 来来 这个要不然辛苦文汉 我们再抽两位幸运的粉丝送给他 好啊 你的这个签名礼盒好不好 好啊 好 那我们就当场签吧 如果大家想要获得文汉亲笔签名的礼盒的话呢 请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刷出我们的抽奖口令 季凡熙油皮救星 来请大家 季凡熙油皮救星 对大家还在刷李文汉来了 你看我们就是这个调皮嘛对吧 就是每一次我们的口令都是不一样的 季凡熙油皮救星 请大家刷起来 那么这一次要不然我们就结一屏的第一位和最后一位 你觉得怎么样 好就是第一位和最后一位 好又在考验我的手术 第一位叫做爱吃东北陶苏的布鲁克 最后一位是甜心kiss柠檬 恭喜以上两位朋友 好我来把 恭喜恭喜 我来把这个名字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位叫做爱吃东北陶苏的布鲁克 第二位叫做甜心kiss柠檬 恭喜上两位朋友 我来不及时不在买了 那我们在买了 哇 今天还有一点 我给大家写了 在七夕节的时候呢 特别为你签名的礼盒 好那当然今天 文汉给大家送了签名的礼盒 那么我这个我们也要给大家送一份 这个小小的礼物 那就是我们银态百货 价值100元的购物卡 这个100元的购物卡 你拿到了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来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来买到这一些 季凡熙高定的美妆产品了 请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刷出武林银态 还给大家一点时间 武林银态我们再抽两位朋友 为大家送出我们价值100元的银态的购物卡 这是第一位和最后一位 听你的你来吧 你说我都行 你都行 那我们这次是最后两位好不好 好好好 每次都不一样好自己 心脏受不了了 三二一 三二一 好截图最后两位朋友 好运加持ing和轻耐滴水石 恭喜以上两位朋友 轻耐滴水石和好运加持ing 恭喜你们获得了武林银态100元的购物卡 如果你中奖的话保留一下这个截图 然后跟我们的客服取得一下联系来领取你的奖品 如果没有中奖的话没有关系 因为文汉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呢 一会还会给大家送出很多很多的福利 当然的同时要提醒大家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好很多好用的商品 刚刚有给大家介绍到10号连接是我们的装前乳 那如果你希望有一个这个看起来像是尾素颜的状态 对吧 你还记得吗 我们蓝色的这个水蓝色的装前乳 对 这个装前乳就可以达到尾素颜的效果 对 提亮尾素颜的状态在我们的10号连接 420块钱 今天呢如果你是35会员的话呢 可以打一个9折到手价就是不到400块了 387块钱 那么同时呢在我们的11和12号连接呢 是刚刚文汉自己非常喜欢的柔物粉底 也后我们的柔光粉底 也就是暗皮旧心和油皮旧心 可以搭配我们的这个装前乳一起来使用 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大家都期待已久的就是我们的明星的商品了 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因为今天是我们的七夕节对不对 在七夕节的时候 呃 你有没有收到过一些或者说你会不会给大家准备一些 你觉得这个送礼物的方面 因为其实很多人到了这个节日的时候送礼啊 会有一些所谓的选择困难症 他不知道自己要挑选什么样的礼物来表达心意 你觉得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小诀窍 我我觉得季凡希的就是明星款 那个四公哥三粉 我觉得就送礼就很适合送礼对不对 因为我自己平时都会用嘛 自己会用 因为因为这个这个商品其实你有没有觉得送礼的时候 有的时候如果别人送了你一个特别昂贵的东西 你会觉得哎呀我压力好大 我这个你会吗 我不会啊 真的吗 我会我会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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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别人突然送了你一个好几千块钱的东西 你会想说主要是你会想说我下次回礼的时候对不对 我会想要回一个更好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自己来送给别人礼物的时候 哎呀只是写一张小小的卡片好像就是情意到了 但是这个礼不够重 嗯 所以李文汉刚刚说你说四公哥三粉送礼特别好对不对 嗯 没错 因为我觉得四公哥三粉它不管是从价格上面还是从功效上面 它都是一个人人都使用 同时呢你在送礼的时候呢他每天都在用他才会想到这个东西是你送给我的 是一份很好的心意对不对 那所以呢大家可以照着文汉的这个送礼的思路 啊大家可以来选择我们四公哥三粉那当然呢这个四公哥三粉就一直都是纪凡西的非常明星的爆款的非常好用的产品 没错 它颜值又高 而且就像你刚刚说的又非常的好用你自己也在用对不对 实用性好对颜值高颜值高 然后再价位好价位好对不对 而且送礼也很拿得出手对送给自己也是一份很好的心意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你底妆完了之后你用这个妆前乳做完了之后呢 然后你可以上底妆对不对上底妆之后 如果要让你的妆容变得更加完美的话 那么四公哥三粉就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的一款单品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文汉手持我们的四公哥三粉 呃我们来一个四连拍好不好 哦四连拍 嗯 你会怎么样展现出这种又时髦又经典又优雅又前卫的感觉 好第一个第一拍 哦大家可以赶紧截图啊 然后第二个第二个pose 我们四连拍你直接给大家一个动图啊 直接给了大家一个动图 好第三个 第三个 哇帅 换了只手 最后一个第四个 刷刷刷 直接是180度的侧脸 好强声鼓励一下 帅不帅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我相信大家刚刚应该已经这个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应该都已经截图了啊 这个一会你下播了之后 你可能会在你的这个社群里面看到很多大家给你加的那些那些那些帅呀帅呀那些设计 社群是什么 就是就是一些社交媒体的平台上面 哦哦哦哦哦哦 大家应该会给你做很多的这个表情包 你平常会看自己的表情包吗 我我我我我不会 不会为什么 因为太丑了 哎真的吗 哎 所以各位朋友们做表情包的时候要做的帅一些好不好 那当然呢如果有这一款散粉的话 其实就可以一直让你的装容保持在最精致的状态 并且呢让文汉一直维持在最帅的状态 你应该已经用了很久了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自己用的感受 这个我觉得不需要我做过多的分享 因为它首先就是一个它它就是一个明星产品 嗯 它是一个爆款 嗯 然后它它的话就是就是用起来就特别自然特别干净 嗯 特别自然特别干净 其实呢四公哥散粉的这个造型也有一点小小的巧思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小巧思 嗯 小巧思 哪里有小巧思 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四公哥散粉跟一般的散粉是不一样的 你打开看看 把这个把这个海绵铺拿掉 它是有四种不同的颜色融合在一起 你有没有注意过化妆室给你用的时候它是怎么用的 拍脸上 就直接拍在脸上 直接拍在脸上 但是你看它里面有四种 不应该这样拍吗 对没错没错 我只是想要问你一下你记不记得化妆室怎么给你用的 我也不应该这样拍 是不是怎么花式拍法 你是什么 嗯 其实呢 如果你要问我有什么花式拍法 我倒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呢 基凡系的这个四公哥散粉呢 它里面会有四种不同的颜色 那这四种不同的颜色呢 当你用在皮肤上的之后 它就可以帮你来调节你的皮肤的这个质感 同时呢来达到一个很好的光线的这个折射 比如说它里面有一点点淡蓝色 有一点点淡紫色 对不对 这些呢都是可以提亮你的肤色的 而且呢 你上脸了之后 你不会觉得自己脸上好像忽了很多层的颜色 也不会觉得自己脸上很花 对 因为它它有四种颜色色给你融合的很好 对融合的很好 所以在用的时候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不好 那其实在用的时候呢 如果说你是有这个小粉铺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在上面 然后这样摇一摇 摇一摇 让里面的这个粉全部都站到这个粉铺上面 有很漂亮的一个logo 对有很漂亮的四级logo 然后呢把它轻轻的这样揉一下 把这个四种颜色的粉都揉到你的粉铺里面去 然后呢轻轻的融合到皮肤上面 它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定妆的效果 给我定个妆吧 来来来来我来给你定个妆 我们再来一下 要不你自己来一下 好吧 你试试看 你试试看我刚刚那个那个方法好不好 有个logo 对有个logo 然后呢可以把粉铺揉一揉 揉一揉 然后呢 再轻轻的拍一拍 对 你看整个肤色又变得更加的均匀 更加的透亮了 对不对 而且呢它也可以让你的妆容 长时间的保持一个通透云镜的状态 那么如果说 这个有一些人可能是喜欢用一些 刷子来上妆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把我们的这个四宫格的散粉啊 这个倒一点出来啊 倒在这个盖子里面 倒在这个盖子里面 然后呢你就可以拿一个这个小刷子 轻轻的把它融合在一起 然后呢把它拍在你的皮肤上面 这样轻轻的拍在你的皮肤上面 因为这样的话呢 会让你的妆容更加的通透 如果你希望这个粉的 粉的哑光的效果更好的话 就可以用粉铺来按压 但是如果你希望你的妆容更加通透的话 就可以用我们的刷子 来进行轻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会让你的妆容看起来更加的通透 在我们的直播间限量500份啊 这500份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买一盒我们的四宫格的散粉 送给大家一支我们的小羊皮的唇膏 306的色号 哇 这个唇膏是正装唇膏 因为这个唇膏这个唇膏要这个380块钱一支 是正装的 所以今天直接是买正装送正装 所以如果你刚刚已经把我们的粉底液啊 把我们的妆前乳加入到购物车里面去的话呢 今天再把这个买下来基本上一套就是大全套了 而且呢你还可以凑一个买1000减100 然后呢再叠一个这个9折 这样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那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下 今天我们的15号链接呢 因为它已经是9折的价格了 如果你是盈态365会员的话 喵街365会员的话 还可以在折上再9折 买我们的四宫格的散粉 日常的价格是570块钱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是 到手价461块7毛钱 461块7毛钱 同时还会有一个价值380块钱的正装的 小羊皮的唇膏要来送给大家 仅限500份 仅限500份 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卖完就没有了 所以大家赶紧拼手速的时候就到了 好不好 赶紧在我们的15号链接 在我们的15号链接来下单 那刚刚文涵你有说这个是你自己是在用的 嗯 其实呢今年季凡希又有一个新品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 就是这个 我知道 嗯 就是这一款我们的蜜粉饼 他其实是这个四公格的蜜粉饼 我还知道他另外一个名字叫马卡龙饼 哇 赞 马卡龙饼 因为他非常的可爱 你看 他里面就像是这个马卡龙的这个颜色 哎 你觉得这个四公格的蜜粉饼的话 呃 跟这个 比如说在使用场景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实用场景啊 嗯 我觉得这呃 哎这个我知道 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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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补装 嗯 这个有补装的功效 对 这个虽然也有 但是这个更 更 更有补装的功效 嗯 而且方便携带 对 上面里面还有镜子对吧 对他里面有个这个小小的镜子 还给你配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刷子 那么这个呢 其实很多人都很喜欢集团系的这个我们的 四公格的蜜粉啊 但是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哎呀我如果带出去的话 就不太方便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的新品就是刚刚文汉说到的 马卡龙饼 哎 他的颜色呢就很像精致的法式甜品一样 超级的迷人 而且呢他可以随身携带 刚刚文汉有说到 他有一个这个补装的功效 嗯 对 那因为呢他就可以 他的颜色其实是跟他一样的 四色融合 那他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在你装后 你带出去之后 哎 像像我现在脸上已经这个出油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它轻轻的扫在你的脸上 然后呢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补装和定装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嗯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呃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试一下好不好 你要不定一下 我来我来定一下 我来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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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出汗了 给大家看一下 他其实跟这个 这个散粉是一样的 只是呢散粉是你可以用在家里用 但是呢我们这个粉饼呢你就可以随身携带 而且呢他一样也是四个颜色 在用的时候呢 你就把我们的这个小刷子拿出来 然后呢轻轻的这样打圈 我们的这个散粉粉饼马卡龙饼 然后在脸上 诶 是不是 因为我脸上汗实在太多 用纸 直接 用擦汗 好 来 直接我在这边上上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脸和这边脸对不对 这边脸就是会看起来更加的哑光一些 更干一些 更干净一些 但这边脸呢 可能因为我们已经播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45分钟时间 然后又很多的灯光 所以呢他看起来就会微微的有一点小小的泛油光 所以呢 其实这一块马卡龙饼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随身携带 然后呢放在包包里面他也很好看 刚刚我还有讲到寄凡希的这个非常经典的logo 司机的logo 很帅对不对 对 从包里面拿出来 哇 有派 有派 而且是寄凡希 而且又是又高顶又前卫的这样的一个小粉饼 别人 你就是你就可能小姐妹都会问你说 哇塞 你这个这么好看的粉饼是哪买的啊 我是寄凡希 而且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还会有很多的福利要来送给大家 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一只蜜粉饼呢 也一样在我们的15号链接 也一样在我们的15号链接 大家一定记得在我们的15号链接先去下单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15号链接下单 这是一个限量的9折再跌9折的优惠 这一块蜜粉饼日常的价格是530块钱 但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呢先有一个9折477 如果你是瞄接365会员的话 再打9折到手价429块3毛钱 还要送给大家一只我们的正装的唇膏 哎呀我们的唇膏去哪了 我们的正装的唇膏在这里 一只正装的唇膏 这一只我们的小羊皮的唇膏是N306号色 这个颜色其实也很好看 我给大家试一下哈 这是一个带一点橘色橘调的红色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夏天的很元气的颜色 你想想看你粉饼也有了 你买了一个粉饼对不对 我们还送你一只价值380块钱的唇膏 而且是9折的基础上 如果你是会员的话还能再打9折 只在今天的直播间里面相当于是530块钱 已经给你便宜了100块钱了 再送你一个380块钱的东西对吧 你这么算一算好像这个粉饼只要50块钱 你算一算这个粉饼好像只要50块钱 很划算 在我们的15号链接你可以把它放在家里的时候 来做定妆 让你的妆容变得更加的服贴 变得更加的轻盈自然 那如果你要带出去的话呢 如果你这个随身鞋带你也想要给自己补妆 要去掉一些油光的话就可以选择这一块 我们的麦卡龙饼 对 麦卡龙饼 蜜粉饼 在我们的15号链接 也可以来选择蜜粉饼 这两款15号链接都是9折再9折 9折再9折 好不好 所以到手价的话是非常划算的 只要400出头一点点 同时呢 再送给大家一支我们的小羊皮的唇膏 N306号色 N306号色 只在今天的直播间里面 还有最后11分钟的时间 这个链接就没有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先到先得 对 先到先得 先到先得 好 那么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 这个我们请文汉也给大家推荐一些日常的使用场景 好不好 我来给大家描述几个场景 你来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们的这么多这个 呃 刚刚我们讲的这么多底装的产品 到底要怎么样组合 好 嗯 比如说 今天我要早起出门工作 但是我要带妆出门工作 但是呢 我晚上呢 还需要超常待机 需要补妆 保持很好的状态 就是我今天早上要画了妆出去工作 然后晚上我还要去蹦递 所以我今天整个状况要特别的持久 那你挺忙啊 呃 那你觉得那你帮我选一组产品好不好 那那我觉得 那我觉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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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让我想下啊 用油皮就行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四公格散粉 再加上我们的四公格散粉 在你早上 在我早上的时候 早上工作的时候 那我晚上去蹦迪了怎么办 你晚上去蹦迪啊 那你还要蹦迪 再想想啊 你再带一个马卡龙饼 再带一个马卡龙饼 因为方便携带嘛 对 所以等于说 你又可以补装又可以压油 没错 所以等于说早上我用完我们的油皮酒心 再配上我们的四公格蜜粉的时候 我整个的状况就可以维持一整天 然后到晚上要去蹦迪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让我自己的状态变得更好一些 可以用我们的马卡龙饼 记得哦 今天买我们的四公格散粉和马卡龙饼 是送给大家一只唇膏的 我们的这个小羊皮的唇膏 是送给大家一只小羊皮的唇膏 所以你蹦迪的时候 或者说你晚上出去约会的时候 直接抹上这个唇膏 哇塞 齐活了 对吧 这个是在我们的15号链接 好 如果说你也有刚刚我说的这种妆容需求的话 你需要一整天持妆的话 可以像李文汉所跟大家推荐的一样 选择我们的油皮旧心的粉底液 再搭配上我们的四公格的散粉 然后呢随身携带一款 我们的马卡龙饼 那接下来呢 我再给你出一题 好 那今天接下来再来出一题 如果说大家需要出差或者出门旅行的话 可以带上哪些底妆的好东西 出差啊 那肯定还是马卡龙饼 马卡龙饼 方便携带 对我们男生来说方便携带是最重要的 因为就是你可能也出门也不会带很多包之类的东西 对不对 而且现在女生的包越来越小了 也许这个塞不下瓶瓶罐罐很多东西 但是这一个马卡龙饼就可以让你维持一整天的清爽的妆容 其实呢你也可以把它跟我们的油皮酒情粉底也搭配一起来使用 让你整个的五官更加的立体 让你整个的妆容变得更加的哑光 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粉底液呢 搭配我们的散粉搭配我们的粉饼 都可以一起来帮助你打造一个非常自然的光彩底妆 让你的脸上的这个散发出非常清透的自然的光感 那么当然呢今天我们的优惠力度是非常大的 我再提醒大家一下 今天在我们的15号链接 我问一下大家吧 15号链接大家都下单了吗 15号链接我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 15号链接就要关闭了 关闭了就没有了 因为今天我们的15号链接 你买这个粉饼也好 买这个散粉也好 都是送给大家一支N306色号的小羊皮的唇膏的 这一支唇膏价值380块钱 同时纪凡西我们是高定的纪凡西美妆品牌 今天在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做到了破价 就是打9折 我们的四公格散粉折上折到手价是461块7毛钱 粉饼折上折到手价是429块3毛钱 还在给大家送我们的这个小羊皮的唇膏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今天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 最后7分钟的时间 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 15号链接来下单好不好 有人说没有链接啊 没有链接的话 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在这个喵接的APP里面 来看我们的直播 请大家可以移步到喵接的APP来看我们的直播 然后呢在我们的购物车里面打开了之后 找到15号链接就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了 就可以享受到折上折的优惠 那抓紧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 抓紧最后6分钟的时间 好那刚刚呢 我们刚刚描绘了一些不同的场景 这个如果说你要长久待装的话 来选择我们的油皮酒型 加上我们的四公格散粉 如果你晚上还要再去蹦地的话 可以来选择我们的这个马卡龙顶 那如果说是出门的话呢 也可以来选择我们的马卡龙顶 对不对 那最后的一点时间让大家下单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给大家送出一波我们的福利好不好 福利 最后呢 我们给大家抽一位粉丝 送出由李文汉亲笔签名的礼盒 好不好 好好来来来辛苦文汉 来我们的亲笔签名的礼盒给大家展示一下 已经有人在直播这里面刷说 请慢一点倒计师 请慢一点倒计师 好这个礼盒呢 我们最后再送出一位 请大家在我们的直播这里面刷出我们的口令 这个口令呢就叫做季凡希大麦好不好 好季凡希大麦 那在大家刷的时候呢 要提醒大家15号链接 15号链接千万不要错过最后五分钟的机会 因为过了这个时间段因为是我们文汉品牌具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才会有这样的福利给到大家 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最后五分钟的时间好 大家已经刷起来了 过了这个算美这个电影 嗯 请问汉莱宁我们倒计师 三二一 好 三二一 就是还是非常的快 那我们 选第一位还是选最后一位 多谢 多谢 选中间一位吧 选中间一位好 哪个是中间一位呢 上面三位 中间有两位 中间有两位 那就那就选中间偏上的那位 中间偏上的那一位好 这么随性的嘛我们今天才抽奖 好 那恭喜中间两位的天上的那一位 他叫做小花有点皮 来看一下如果念到你的名字的话 那也可以来保存一下截图啊 获得你的这个重奖凭证 然后跟我们的客服取得一下联系 来赢取你的奖品 恭喜小花有点皮 好 那么当然呢我们的银泰呢也为大家准备了最后的一百元的购物卡 所以一样的请大家刷屏刷五菱银泰好不好 五菱银泰银泰刷屏刷起来五菱银泰 给大家一点小小的时间 五菱银泰给大家准备了最后一位朋友送出一百元的购物卡 好 请文汉来到几时 三二一 哎 截图 来吧 你决定 中间偏下吧 中间偏下 好 中间偏下 刚刚是中间偏上 我们现在中间偏下 中间偏下就是这一位 可以 他叫做 败可飞 恭喜你 败可飞 恭喜你获得了我们五菱银泰为你提供的一百元的购物卡 保存一下截图 然后跟我们的客服取得一下联系来领取你的奖品 好 那今天呢我们的福利到这里呢就全部都送完了 但是呢我们还要最后一点点的时间 那我也想问一下文汉啊 就是我们今天桌上有这么多好用的几番机的美妆单品 你一定要跟大家推荐 一个的话 只能选择一个 一个 只能选择一个 你会 只能选一个 对 你选的一个 我觉得四公哥三分我就不推荐了 因为因为它是一个爆款明星产品 爆款人都会有对不对 我要只选一个的话 我会选油皮救星 油皮救星 分底液 油皮救星分底液 如果只选一个的话 这个文汉会选择油皮救星分底液 那那那我 要不我也来选一个吧 我选一个的话 你既然没有选这个四公哥粉 这个散粉 那我就选我们的四公哥散粉 因为它真的是非常 经典的明星的单品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一个非常好的完整的底装的话 记得可以来选择我们 十五号链接我们的 今天为大家特别准备的我们的蜜粉散粉 四公哥散粉和四公哥的蜜粉饼的这样的一个链接 因为在十五号链接你可以九折叠九折 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还有两分钟我们的链接就关闭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散粉是五百七十块钱 今天如果你是瞄接会员的话 九折的基础上 再打九折到手价四百六十一块七毛钱 送给大家一支N306的唇膏 这个唇膏的颜色非常好看 是一个非常元气的一个颜色的唇膏 而且呢它非常提气色 那它呢日常的售价是三百八十块钱 好 那如果说你想要尝试一下新品的话 或者说你要带出去用的话 就像文汉刚刚讲的 你可以来选择我们的马卡龙饼 也是在十五号链接 五百三十块钱 今天一样送给大家一支N306 价值三百八十块钱的唇膏 喵街的价格四百七十七块钱 再打九折到手价四百二十九块三毛钱 给大家便宜了一百块钱 还再送一支三百八十块钱的唇膏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抓紧机会 那么当然刚刚文汉说你自己最喜欢的 我们的油皮救星的粉底液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十二号链接 也就是我们的柔物粉底液 强烈建议大家直接选择N95的色号 因为这个色号我相信是适合大部分的人来使用的 可以让你的肤色变得非常的明亮 同时呢你用了这支粉底液 就可以这个拥有一个非常柔物的妆感 而且呢也不怕脱妆 一整天戴妆戴口罩 口罩摘了之后 你也不会发现你整个脸都沾到口罩上面去了 在我们的十二号链接 在我们的十二号链接 今天五百八十块钱的粉底液 如果你是三六五会员的话 打九折 同时还可以叠一个减五十块钱的券 到手价四百七十七块钱 还有很多的赠品要来送给大家 那么最后的一点时间 文汉你还有什么话想对所有支持你的朋友说的吗 我最后一句话了 你也可以说两句吧 两句吗 三句也可以 行 我希望大家在这个美好的七夕 就是带着自己的对象 去看《遇见你》 然后去买我们的《寄翻锡》 好 然后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帖子们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也非常感谢李文汉 这个文汉 因为真的非常的忙 在电影的宣传期间抽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所以请大家记得支持《遇见你》 一会儿看完直播之后赶紧去买票 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大家支持 季凡希美妆的这么多这个优秀的产品 希望大家可以在今天的直播间里面 买到这么多好的产品之后呢 让自己变得漂亮亮亮的 然后一起去电影院里面看李文汉的《遇见你》 谢谢大家 这个时间段的直播到这里之后全部结束了 如果大家对产品还有任何疑问的话不要走开 因为一会儿我们店铺的主播 还会来给大家做出非常详细的解答 谢谢文汉 谢谢 谢谢 拜拜